来看好消息 因为物价上涨 明年众所税的免税额 渴望大减税 财政部今年底将会公告 众所税的免税额 以及扣除额等细项 明年会上路 后年呢 看到五月报税 就会开始适用了 其中全民都有机会受费的 就是众所税的出估 可以从八千 看到是八点八万 调高到四千元到九点二万 税集也会有希望可以调高 民众报税就可以多加注意 以双心四个人的家庭来说 就可以结税一千八百元到一万四千四 我就觉得那个月除了 可能平常的开销啊 信用卡 然后可能又有缴税 我就觉得不无少不 听到明年报税又有减税红包 民众直呼真是疫情下的小确幸 消费中物价值数九月年增幅 创下八年半新高 影响众所税免税额调整 民众明后年有机会少缴点税 众所税免税额预计再提高四千元 标准扣除额提高四千 薪资扣除额提高六千 课税急剧也都会调高 以单身上班族来看 等于多扣一点四万元 就能少缴七百到五千六百元 虽然能多少补贴 但对三人以上的小家庭来说 一个人四千有点少 对啊 毕竟就是现在物价上涨了 会比较低一点 以双新四人家庭计算 免税额四人可多扣1.6万元 加上标扣额多扣八千 新扣额多扣1.2万元 顶多结税一千八百到一万四千四百块钱 只要物价上涨 民众的生活成本上升的时候 他自然会把这个所谓的扣除额免税额 课税急剧做一个调整 来减轻民众的这个租税的负担 其实是很少的啦 我们觉得不够啦 扣除方面是不是可以再加一点呢 节税调整细节 最慢12月公布 明年上路后年就可适用 非常时期 降低痛苦指数不无小补 但是否有感还是民众最清楚 记者林俊廷彭于珍台北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彭于珍台北采访报导